全國人大會議將會審議修改香港選舉制度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 中央有誠意令香港最終走向普選 目前只是按本講的實質情況作出調整 一路路走 一步步走 但是要針對香港實際情況 有些事情要與時俱進 走的時候 中央是很有誠意的 特別最明顯 你見2014年人大常委會做了決定 香港特區說希望可以朝向普選 先普選行政長官 其後才普選立法會做了這樣的決定 經過現在這個完善之後 這個改善之後 我們走回正路 走回比較健康的路 而最後達到基本法第45條68條 那個普選的目標